没准备了 我觉得金钱招怎么知道 是得是个了断了 抓嘛 平时只能隔平吃瓜 现在我能现场吃瓜 我不要太开心了 如果你安排我早进去 我一定就是做一个警官位 啥都看得到 如果你允许我一阵子 我可以不要镜头 我反过去看打算 接下来 我们有请最硬核的实力厂牌 Walking Day Walking Day厂牌 在成立时间2016年 起初他们只是一个 互联网上的微信群 他们以硬核说唱 定位自己的风格 近年他们频频因搞笑整活 登上热搜 被喜欢他们的网友 也称为笑死人厂牌 你究竟北队在这儿 就在这儿 就在这儿 如果你想家 你就跟我一起唱 他这个Local不错 对 我兄弟来了 我兄弟 Walking Day创世人 应何说唱之王 法老 前任主理人 小金灵 珍珍 你是最棒的 珍珍加油 我要带着小精灵的这份光芒 争取每一场胜利吧 你看他们穿上衣服了嘛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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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扣死的是 短笛比克大魔王 高高爬娃瑞尔 有人会唱 小金灵 我不能跟他认真打游戏 但确实好笑 他很有趣 我知道他们很疯 就是不是我们范畴内理解的那个传统黑帕 你知道吗 我觉得这种你就不知道咋搞 很酷的一点就是他们厂牌主理人会轮流 真的吗 真的吗 对 我觉得这个很好玩 三位 我肯定先认出你的 加斯蒂 厂牌沉重墙 李易杰 余瑞 我最简单的歌 你最厉害的人 我会做好自己 因为我知道做笔说珍贵 对 冰来将党 水来土掩 反正冠军属于沃坑队 其实我对他印象非常深刻 因为20年他来的时候 我好像是给了他链子的 加斯 在我看来是什么 玩一些 对 对 是非常有实力的位rapper 对 因为我们知道要上节目了 然后我们厂牌肯定 或多或少会受到一些质疑或者谩骂 最终谩骂的肯定是主理人 所以这时候交给大家剃口 等大家骂完之后 我就会重新掌权 最后一位代表我肯得出场的是 最后一位代表我肯得出场的是 新说场赛是双冠王 杨和苏 KMG 巅峰对决2023跟我一起升堂 升堂 让你们看一下谁才是真王 其实我特别欣赏他一个地方 他从第一次参加 从淘汰的第二天回家 就开始准备下一年 根据他为什么被淘汰的每一项 每一天起来就像做功课一样的 准备了足足一年 所以说他们这个场排有点像学术性的场排 有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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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所有的rapper都有点那种学术性的场排 对对对对对 Woking在嘉年华 嘉年华 嘉年华 你生于未来的时候你不是这么穿的 说唱歌手的real 我从头至尾我都是fake 因为我一直都盖不到那种 跟别人要争强好胜的那种性格 我把音乐当作我的一种 另一个人格的去表演而已 我只不过当有一天 我的作品已经 不需要给你们表演的时候 我就可以卸下我的伪装 因为我比你们厉害 你们觉得你们厂牌的气质是怎么样 相信大家都看出来了 成熟 稳重 层次不起 什么问题来着 我们厂牌的气质是我们充满了志气 你不是让杨和苏 你不是让他说 对对对对我最近想说了 对对 在舞台上面就其实我觉得 对他们其实是笑不出来的 就是很多人都会忽视掉我们的实力 这是我们必须要在比赛上证明的东西 看到我们的法老和小精灵的穿搭 你们分别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觉得我就用他们今天在气质上 跟我们讲的一段话来回答这个问题 就是其实拯救这个世界的人 是平常经常被大家嘲笑的 但其实我们真的应该多感谢一下 为这个世界做出贡献的人 我们应该更理解他们 我们应该更尊重他们 高科回溯 怎么突然间来了一波正能量 想问一下小李 现在和法小二位站在一起 你们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感觉格格不入 我们之间关系不太好 然后不太熟 对 想问一下杨和苏 有什么想要对一席之地的爱热讲的吗 为什么对他讲的 来 我们一起 没有 我觉得巅峰对决的舞台 永远都有爱热跟我的一起之地 好 那问题又来了 还有早安的一起之地 有什么段 你们会抢的 我知道你要问什么 还有早安的一起之地 对 现在起舞台前往你们的篮球场 好 来 我期待一下他们会选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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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投我 我投我 我不会打篮球怎么办 想问一下说今天为什么你们两位不这样穿 因为这个巅峰对决是一个很重要的比赛 我们平常可以嘻嘻嘻嘻嘻 平常可以在微博开玩笑什么的 但是今天来这个比赛 我们就得穿上 我们最重要的衣服 最认重的东西来比赛 是我的战斗服 好 好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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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俩 对 这样讲也是 现在有请我们到Walking Day 前去你们的巅峰基地 迈上岛 哈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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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败了 还没有比就败了 太绝了 你咋没搞成动漫衣服的 我不敢 他们太有勇气了 你好 黄轩 我们坐哪里 我不坐 我不敢坐 我们不要坐中间 好丢脸 你俩先坐这吧 你俩先坐 坐吧 我们去那边 走吧 你跟婉筒打招 打来我刚握她的手了 我好开心 你有没有说你的粉丝 还没说 发老串这样子 我真的会一直想看 我也一直想看 你不会一直想看发老串 我一直想看发老串这样子 对啊 广告位 一千块钱 对 一千块钱可以刻上就好 有请最年轻的唱牌 《周梦音乐》 DMG 我现在肩上担负着不仅仅是个人的荣誉 而是整个DMG的责任 一定要带领我们这个唱牌站到最后走上巅峰这个位置 他是我们的团宠 因为妈妈是一个非常爱组局的人 他就很爱在里面开开派对 对 等我意思大家一起吃喝 接下来 接下来出场的是心理疏导大师 爱人 只要受邀来到这里的就可以算得上巅峰软盘 但是我认为我也是最强的 接下来出场的是两瓶盖带给我力量的赵恩 我要是去年的成绩你们还不能认可的话 今年我就再来一次 你好朋友来了你好朋友还有一会儿呢 去年你是看中了早安什么 然后把它纳入旗下的 是这样的我觉得早安 他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 而且我在他的音乐里 有些一点是吸引得到我了 对有的有的 而且有的有些人 他就是有天生制造热单的能力 接下来是众梦公灵仅次于盖的男人 VOT 最后出战的是 吴都 以前是输赢无所谓嘛 现在代表是唱牌了 那肯定就是为唱牌出一份力打成仗 我这次来巅峰对决 就是为了完成我的KPI 我惯 他是我们那个音乐集团里面 最贵的MC 就是有他在的地方 整个场子肯定是热闹 我们是拥有冠军最多的一个场牌 我们是DMG众梦音乐 是一个先驱吧 以前中文说唱没有过的 正贵一点的场牌 我们都有五显一惊 成中国最成功的说唱音乐公司 在专业度上 应该算是最专业的一个场牌 是一个很多人化的场牌 之前也对DMG有很多误解 我觉得大家看起来都很凶 大家看起来都很霸道 其实当我加入之后 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很温馨 很可爱的地方 美丽的娃姐 去年一年香菜吃得多吗 去年一年 如果我想打游戏 他们都是我的陪练 今年我不吃香菜 不吃蛋糕 我要吃的是随便 菲萨 你去年是不是没练 早安 是什么样的魅力 或者什么样的影响 让你想要加入DMG众梦音乐的呢 我觉得我足够强大加入众梦 我的加入也会让众梦更加强大的 那你现在有没有单独的话语 想对杨和苏说的 我想 去年我们一起走到了最后 今年我也希望可以在最后可以见到他 那有什么话语想对你的兄弟 二万说的 二万我不担心他 他足够强 好的 乌独 你现在此刻有什么想对早安说的吗 早安 上来吧 我总感觉有点居心不良 这种 毕竟也是去年早安 那热单递早走之一嘛 对 对 对 官方了 官方了 兄弟 官方了 请DMG众梦音乐 前去往你们的篮球场 我浮渡宫 哎呀 二万这是你的队友吗 这是你的队友吗 老旧 老旧 你好 老旧 你好 老旧 你这个很新 慢慢的就是肉眼可见的发展很快 冠军大领 我比过一种就是三个巨头带领着这种个场派 然后再加上其他的很优秀的 说成多什么 我觉得特别好 很配合总裸的一种方面 给其他场派做出的榜样 EMD在我们心里 还是狂领 这个狂领 概念 华华 尽量狂不苦 包括这个 马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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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样啊 马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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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 你好 你好 好看 好久不见 你感觉现在一下状态 变得非常沉稳 等一下 笑一下 开心 对 杨和苏教我笑 对啊 不是 你太成了 兄弟 他们一石之力好高 可一 你要不要坐这边跟我一起 我对 不行 我们穿过人群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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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各位来到随便 中国说唱巅峰对决 2023 我是巅峰赵吉人 车车 欢迎大家 好 作为中文说唱的 顶级联赛 今年我们全新升级的赛事 首先 扩大了首战成员 如大家所见 今年我们邀请了 36位巅峰rapper 相比去年多了一半 所以这里出现了更多的新面孔 也意味着今年的竞争会更激烈 我们今年同时开辟了场台赛道 和个人赛道 下面先让我们请出随便 中国说唱巅峰对决2023 巅峰赛事组出场 NC发展热狗 盖 周延 谢蒂 大家好 我是本场特邀 那个是什么的 大家好 我是本场特邀赛事组成员 谢蒂 大家都知道今年的赛事是 没人事 你说成都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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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说成都话吗 可以 哦 今年的赛事组成员 昌派联赛跟国人联赛 昌派联赛的两点 就不用我多说了 就都晓得整个两家昌派对战 都能写进中文说上的历史 人让人期待的是 到底是十大原压生昌派枪 还是在节目里面 新租成的联盟枪 我们拭目以待 每个赛段 我们将设置一个全场的MVP 由现场观众和哈评人 共同评选出 全场MVP将带上 一样象征MVP的戒指 而获得MVP最多的说唱歌手 将成为2023年最强MVP 同时 今年我们争设了 说唱巅峰金曲评选 希望各位在对决的同时 也能输出更多 好听的说唱歌曲 谢谢三位巅峰赛事组成员 感谢他们的介绍 接下来在我们正式开战之前 有请赛事组前往现场 为我们带来巅峰助力歌曲 有请 来吧 来吧 我刚刚听到 就是写的一说 说实际话是这样 我爹了 我爹了 你平时是想说古东话 但是一说出口 想到说到说到 就转会实材话了 自己都不晓得 因为是 他一说说实际话 才是奔落 小优伯 这一挑的死 这一挑的死 我们其实在节目组 就可以用四川话高中 我学不来巅峰 历经被四川人占满了 我们能不能团结一点 我就是家乡位 但是我和四川话是可以 我可以狠角度 我可以狠角度 欢迎各位来到 爱奇艺自治随便 中国说唱巅峰对决 2023的录制现场 我是今年的巅峰MC Brey Brey 今年我们的赛事 会全面地升级 特设了专业的赛事组 通过他们的视角 为观众进行全程的解说 那么在我们正式 巅峰对决之前 让我们有请 巅峰赛事组的成员 为大家带来 巅峰助力歌曲 掌声有请 有请在周延 带来重力歌曲 如意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C Syndic себе 杜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心有好日被我带到就剩后会 失去了该失去了 或许本来就不该得到 带到了该得到 累主杯是我们人并不想要 如果要脱着鞋 想要生活的钱 无论秘密 无论秘密 下次都会要花同学 我们都是一样 你过身之都别给我挤到钱 你敢打过我会好 我管得好路那个会挤到你 走去同一个地方 我以为了如意 走一城市我来送你 累快相互相逢又相悦 在地创烈 我们让困儿方便 自开我来指挥 起身强气 共同高高 我们冲下泪壮确 无论无论 一切来剧无论 无论无论 你全拉近出气 风全高位 百分之四孟背后高贵 好心有好日被我带到就剩下 大队 欧队 欧队 几个 MG 欧路 高昂 软软 天地 兄弟们穿上了吹鸡 出入在四孟地包包 双手几个 狗狗 TRACK 欧队 砸藏 老虎 狗 钢 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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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